大家好,我是嘉一科医师陈佩馨 随着疫情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邀请国人一起拥有防疫乐活新态度 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 贴心提醒 防疫期间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 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应佩戴口罩 以及肥皂勤洗手 只要落实防疫措施 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 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 及体育赛事 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 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共同打造安心环境 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 观众朋友们今天要来推出一个很重要的疑惑 台湾的住院制度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应该很多观众朋友跟我同样 应该有那些去医院照顾家人的经验 说实在这个经验真的是很不好 有够累的累 一个人住院可能是一个家庭 甚至是好几个家庭一起要垮掉 只要有人住院 在台湾的观念呢 是必须要有家人二十四小时陪着他在旁边 做什么事情呢 每一个人的状况很不一样 有些比较好顾的 你就说把饭给他去吃 比较好顾一段 你可能要去吃 如果还比较好 你可能要灌食 换尿布 洗澡 甚至更多更麻烦的 有些病人呢 日夜颠倒 特别像是失智症的这样子的病人照顾呢 真的是会诊死很多很多的家属 但是礙於孝道的观念 是大人把你承招到這麼大 子小子一直把你捏捏捏捏 结果是大人 肯定你不去照顾 你請勘付 你这不好 所以很多人呢 因为这个观念呢 不敢去请勘付 那也有更多人呢 说哦 那勘付很贵的 你如果請一天勘付 二十四点 很可能两千四百 甚至更贵 你又贵不了 这个钱的问题 以及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呢 是压倒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现在呢 其实台湾 特别是卫福部呢 要推一个 叫做友善照顾 或者是叫做共聘照顾 或者是叫做全责照顾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制度推行之后呢 你的家人住院了 你就是来探望你的家人就好 不用二十四小时陪着他 但是那谁要陪 谁要雇呢 就是又共同去聘请一个看护 来去照顾这样子一个病患 可不可行 台湾呢 其实已经有几十间的医院 现在正在推动 但是呢 都是比较小规模的 现在卫福部呢 希望在年底 甚至在明年之后呢 可以更大规模的推动 这个叫做全责照顾二点零 什么是全责照顾二点零 对于台湾的 不管是病患 不管是家属 不管是住院制度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 今天好好来说这个题目 特别感谢是 卫福部的次长 一边要做好防疫工作 一边呢 手头上原本的工作呢 完全无法停滞 我们来看 欢迎是卫福部的次长 薛洛媛 次长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薛洛媛很感谢 再来欢迎是长期也关心 这个照顾问题的 家总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的秘書长 陈锦宁 各位晚安 非常谢谢 再来是我们刚谈到 其实有好多家医院 现在已经在推 其中最重要的呢 就是在新北市的恩主公医院 恩主公的病院 护理部主任 詹碧端 主任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当然就牵涉到照服务员 一个人 真的有在条去 捕三个 捕四个 会不会太疲吗 或者是他的时间分配 真的是有办法吗 来欢迎是恩主公医院的 照服务员 很年轻的照服务员 李敏伦 敏伦你好 大家好 我先请教一下 景林 什么叫做全责照护 什么叫做共聘照护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死的病人 去账一个抗护 这样就可以 我先讲全责照护好了 全责照护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跟国外先进国家是一样 就是你住院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在自己聘 看护的这件事情 完全由医院包办 但是当然这个医院的成分里面 已经把这件事情算进去 所以这个叫全责照护 那共聘有一点点 像是我们在还没有办法 达成这件事情之前 有一点不得已的情况下 医院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让几个病人 共同去聘请一个看护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看护的聘请 一天可能就要两千六百多块 在台北市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涨到了两三千块钱 都还找不到人 所以这件事情 虽然医院很努力 想要推共聘 可是在一百零六年 其实家总曾经参与过 卫福部的这个 共聘制度的事办 当时最后花了一整年时间 说服了三十四家 比较小中小型的医院 愿意来开始投入 可是我们也在里面发现了 还蛮难推动的问题 因为譬如说一到十的病房 不见得每一个愿意 共聘的人 全部集中在一个病室 所以那个造福员 可能要跑来跑去 包括有不同的楼层 跑来跑去 所以其实共聘 在我们自己经过一百零六年参与后 很认真的思考后 觉得他不太可能解决台湾 刚刚主持人在讲 我们我们一直在倡议说照顾不离职 可是有很多的照顾者 在医院阶段 住院阶段就阵亡了 所以如果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还是要回到 就是用健保制度完全的改革 就是全面的医院 都要推动这个全责照护 就是责任回到医院 回到这个政府的纳管 然后我们的造福员 可能要全面的受训 全面的监督管理才有可能 那就很简单 什么叫全责照护 就是我住院的 所有照护责任都是医院 跟我家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家人就是孝顺来看一下我 或爱我的那个朋友 或是来看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不要太久 因为很吵 就回去 这叫全责照护 台湾可不可以做全责照护 可以 那你要花多少钱 美国像那个得到一次 那个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 一次疗程下来要花几千万台币 你台湾人敢有责照护 这样开 所以在全责照护之前 我们用责中的共聘照护 共聘一个看护 那我先请教一下主任 讲是很好听 三四个人一起来请一个看护 那我的费用 可能原本一天两千多块 可能可以降到一千多块 感情有责照 我们来看看 这是卫福部做的一个医院 照顾服务员的管理要点的一个附件 那看护要做什么 那不是没事情 那事情有很多 我们来看看 要做什么呢 身高体重 然后回应呼叫铃 病床整理 然后呢 要所谓的那个 输出输入量 包括说那个像是那个排尿 或者是一些那个排泄物 然后呢 床栏 那最不好的遗体 这些要去整理清洁 冰枕 冰枕有些人 其实要用的是很频繁的 点滴的更换通知 然后呢 还有像是这个其实是最累的 然后头部清洁 洗脸刮鬍子 洗头 一般口腔清洁 身体清洁 大小便 便厚的清洁 等等的 要换尿袋 然后呢 如果有罩口的话呢 也要去清洁 便盆尿糊 要去做 要吃饭 吃三餐 有的要吃到午餐 然后呢 你一天到晚一直要吃药 然后呢 再来你要帮他翻身拍背 然后呢 要让他就做一些按摩 等等的 当然最重要 不可以帮下来 安全的维护 这么多的事情 真的有办法共聘 看护 四个病患 共用一个看护吗 在恩主公医院里头 我们其实是一比四 那我们其实刚刚秘书长 有提到 我们是自聘 所以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所以可能跟我们想象中 有的机构 他们是跟看护公司合作 然后刚刚秘书长有讲 他会到处跑来跑去 会分散到他的工作时间 那在恩主公医院 我们其实在过去 我们就有这样的制度 只是没有办法做到 所谓的家属都没有办法 完就是完全不来 就是因为家属 有时候会希望有陪伴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喝个水 他就会马上叫你去到 一般我们在照顾 我们自己的家人 然后他需要去推个轮椅 去看个风景 或是等等的 这些其实在 我们过去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一比四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到底负荷上可不可以做得到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将近五年 我们恩主公医院是做得到 因为我们把地点放在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们医院是用四人房 放在一起 而且我们晚上是一比八 然后所以呢 我们病房也病室 是放在隔壁 所以我们用健保床 那刚刚秘书长讲的问题 在我们医院就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等于说白天的时候 我们一个造福员 他其实就是住固定在那边 照顾这四床 是 那他也不离开 所以大家担心的问题 就是说 假设我付费请你照顾 那你跑来跑去 你到底是帮第一床 照顾比较多还是第二床 你到底是在抹肥 还是在做事情我知道 你看不到你不安心嘛 使用者付费 就常常会觉得说 那我付的钱 到底你有没有帮我做 尤其家属没有来的时候 疑问会更多 是 但是以我们医院的经验来说 因为他就是在那里 他有一点像我们过去观念上的 加护病房 我们就在他旁边 那主任我请教 恩主公的做法是说 由恩主公的护理师 或者是管理人员 来去负责调度协调监督 管理分配工作 说这床你几点到几点 要帮他洗头 然后洗完头 要到隔壁床去帮他换尿布 换完尿布呢 你再到第三床 去喂他吃午餐 等等的 是让你们去做管理 是的 因为他是我们医院 自聘的员工 然后过去我们其实 我们自己一直以来 就有我们的造福员 我们这次是把我们造福员 集中在这个地方 做四床的好好的照顾 所以呢 我们医院在讨论这个制度的时候 包括在管理的权责 包括跟医疗的部分 像他要适合 因为有时候医疗 他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比如说医师 他是希望说 像临终病人 有时候要找家属 他怕他找不到 或者是他严重程度 很高的时候 所以我们医院 其实在讨论的时候 是包括医疗行政 我们都是全院讨论完之后 才去做的制度 不会有那个状况 是说A病床的病患 他肚子在腰 要去那个呼叫灵 B病床 刚才那个大小便 C病床 那个心情又很不好 D病床呢 他可能肚子很饿 然后呢 医病床呢 他可能点滴又滴完了 一个人真的应付得来 这么多突发 而且在一起的状况 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在急性医疗里头 我们有护理师 所以我们本来护理师 就应该一个人 白天要照顾八床 所以我们是搭配的 他是我们的辅助人力 所以不是只有他 所以在居家 我们不是居家服务员 我们是照服务员 是 所以刚刚主持人 有问到一些疑问 我们其实要经过我们评估 比如说洗头 我们也不是天天洗 洗澡 也不需要天天洗 是 因为以前像这个部分 在经验上 如果没有管理的话 那有人就会要求说 我这样我要每天洗头 那你不可能花在这些时间上面 因为急性医疗照顾 叫做比如说预防他感染 可以做身体的清洁 所以刚刚讲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其实护理师要评估 这个病人 他需要被照顾的 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他需要两小时翻身 护理师跟他也都应该 互相一起工作 而不是只有照服务员 在那边了解 所以急性医疗里头 本身就有他要去处理的急性的照护 换句话说 因为护理站负起管理监督之责 是的 所以这个共聘的看护 就是来协助护理师 而不是把所有的工作 都丢给这个看护 然后呢 就会让看护呢 没有办法一个人 同时照顾那么多人 那我请教最最最关键的 如果我爸爸妈妈住院 我要请一个看护 一天二十四小时 大概都是两千四起跳 在台北 我如果到恩主公医院 做这个叫做共聘看护 我要付多少钱 一千二 对半 是的 一千二 一天清理就好了 一天清理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 什么叫做全职照护 以及现在在推动的 共聘照护制度 那我请教次长 那卫福部要做什么 不是已经有了吗 我其实这一个计划 也是卫福部在推 那当然始作拥者 应该是恩主公医院 以前的周正方老师 那他从台大 离开台大之后 到恩主公 他有极力在推这个 那其实这个跟台湾的 整个医疗的品质 会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 在这个架构底下 所以才去推动 这个试办计划 那从原先的三十几家 现在好像有九十几家 不过都是规模是比较小 所谓规模小就是 他可能只有选一个病房 两个病房 在试办而已 那小规模的在各个医院去试办 就会碰到一些问题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 楼上楼下 是 那个景宁刚刚讲的 会有这样的问题会出来 所以我们也现在也在思考 要有一些新的改变 那其中有一个改变就是 我们要去分析 所谓这些照服务员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不是家属自己照顾 就是照服务员来照顾 那家属自己照顾 当然他会看他的需求 那可能也有很多时间 用在陪着他聊天 等等这些 那照服务员的照顾 那就应该是比较属于 有一点专业的内容 是 那我们就去分析说 这一些照服务员 到底他在照顾 这些住院病人 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把这些事情 归纳出来 大概主要是十六项 十六项 那这十六项 那我们把它编成五个组合 这就是我们现在 共聘照顾的第二版 2.0 我们准备要开始来做事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从长照的制度里面 去模仿 那同样的精神 就是每个组合可能会有一个价格 那等于就是说看这一个病人 他的需求在哪里 那就提供那一类的服务 那这时候就会打破了 打破了原来就算天的 两千二 那可能两千四 那可能这一个病人 那事实上程度比较轻 也没有什么需 太多的需求 刚刚您讲的 本来就让他自己吃 这种也是两千四 翻身拍背都会这样 灌死的那也两千四 那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是不太不太OK 就这制度上面是不太OK 而且没有效率 是 那我们在考虑这个 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要回应到我们的整个的社会 人口结构的改变 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到孝道的问题 孝道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生病 就要家人来陪 二十四小时都要家人随时在车的话 不好意思 再过去没那种人力 是 那就是说 一个父母亲 如果说住院了 子女就翻了 跟人要白班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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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那麼多錢 到底有沒有效率 事實上是沒有效率 沒有效率的 因為一個看護 就是照顧一個人 那他可能分兩班 要兩個人 要來照照顧這樣一個人 但是事實上 從我們這邊去看 其實你如果全天二十四小時 那就會包括可能是三個禁食 兩個冠洗 還有一些基本的項目 這是看起來是最需 就需求最多的啦 是的 一個病人可能是這樣 但很多沒有啊 所以他可能只是需要幫他洗一下 個人清潔 有時候只是幫他餵食 餵食的話要兩個半鐘頭 大概可以處理完嘛 其他時間他要做什麼 很多看的 滑手機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製度是一個不太有效率的製度 是 那再加上說 我們看 就是說醫院的看護的人力 事實上也是 也不夠 也是會有點緊繃啦 我這邊有一個數字就是提供出來 目前我們取得照服員證照 而且在實務上工作的 大約在六萬七千人左右 大概將近六萬八 那其中 長照的部分做居家服務的 或者是在製造中心 西聚點這些的 這些大概三萬人 是 大概兩萬八啦 兩萬八 然後在機構裡面 就是護理之家啦 那這個養護機構等等 這些大概三萬人 那醫院的大概在一萬多人 只有一萬多人在醫院裡面做看護 一萬出頭而已 那一萬多人在醫院裡面看護的話 但是我們的病床數是 那是只有急性病床 急性病床大概七萬多 所以事實上 如果一個人都要有一個人來照顧的話 事實上我們是遠遠不足 但是他的內容又非常沒有效率 是 那因應著我們的人口結構的改變 那如果說家人也沒有辦法來照顧了 那我們必須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要讓他更有效率 所以這時候衛福部就要開始推 這個叫做共聘照護 或是友善照護 或是權責照護2.0 對 不過我其實我顧我媽的時候 我都常常拿到那些小名片 我說實在 因為顧到自己真的整個快崩潰了 我有打一千六 一千六那非法的嗎 這我就不知道 一千六是 我跟你講 你在醫院會接到非常多小名片 然後前一陣子 其實曾經發生過 聘僱非法黑工 移工被罰的案例 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普遍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花 家總花了十多年 其實一直在倡議 整個要納管 就是先回到 因為共聘的制度 今天第一次聽這麼崭新的想法 這個叫點餐室服務 但是說實在 在那個現場 有非常非常多的情況 所以我不知道等一下 也許可以請醫院再來想 就是說好不好做 但是在為什麼我們推的是納入健保 其實他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是全面的醫院都要做 就不會造成像今天 雖然一個醫院有這麼多病床 其實現在做的大概都是八床 十六床 我們今天做了一件事 打電話去目前共聘的九十三家醫院問 有沒有辦法就是做這個共聘 幾乎沒有醫院 有辦法有辦法做提供給家屬 就是我想要進去共聘 幾乎沒有幾乎沒有那個量 所以看起來現在講的 那個共聘的醫院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我也我也還蠻脆的 不過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共聘的問題 不過我再可能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次長所說的 現在的情形 當然除了像恩主公 像門諾現在已經在推 不過那量很少 恩主公好像也只有十六床 是這個共聘的看護的制度 其他像我們呢 你就是得面對一個選擇 家人住院 要嘛呢 你就是請假二十四小時去顧他 要嘛你去求爺爺告奶奶 看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兄弟姐妹 或是你的晚一輩 或是長一輩 可不可以去顧他 如果真沒辦法 你就是花兩千四 去聘請一個合法看護 但你不一定聘得到 但現在衛福部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說呢 每一個人的狀況都很不一樣 有的人確實要分分秒秒 有人在他旁邊 他可能會把那時候 可能都要約束了 但是真的有一些人 像年輕人 如果只是跌斷腿 他自己可以吃飯啊 手好好啊 搞不好都還可以下床去上廁所的 這個時候呢 他搞不好就只要這個最基本的套餐 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這樣就好了 四個小時 你可能就只要付幾百塊就好 你不用花到兩千四 如果你沒辦法自己吃 好你在A套餐 再加一個B套餐 進食二點五小時 那你可能再多加個幾百塊 也許一千塊左右 你就這邊 洗澡 你家人可以來幫他洗嘛 或者是說 像這種其他的這些需要 要跟他聊天啊 或是帶他出去 曬曬太陽的啦 其實家人可以做 你這個就不用買 如果家人真的沒辦法 你這個一起買 也就是衛福部現在的做法 是把二十四小時 所有的工作呢 切成五個套餐 就很像我們現在的長照 二點零一樣 你去挑 你要不要洗頭 要不要洗澡 你要不要陪伴 你要不要復健 你要不要幹嘛 幹嘛的 要不要清潔環境等等的 有需要再付費 沒需要 你就把錢省下來 切成五部分 然後呢 透過這個再讓醫院 去協調 去溝通 去管理 我再請教次長 當時要開始做 現在回到整個月 可能十月 就能上路啦 因為這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系統 要去處理 要做這個事情 最難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照護員 必須是納入到醫院管理 是 這個要點那 那個要點那 要怎麼去把人力 配得剛剛好 那每一個他點出來 都能夠得到 這一個滿足 是 這個醫院管理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是醫院管理 很重要 就不太可能 在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 全面上路 你只能幾個醫院事辦 是 大概 大概也是找一些事辦 不過剛剛那個秘事長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全院去做 這個 這個來做的話 大概也不太可能是全院 這個事辦 那至於全院在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也在著手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事辦計畫 那我們是希望說找一個大 找找一兩家大型的醫院來試試看 了解 就是所有的這些急性病床 除了 比方說那種 那種頭等床 那單人房的那一類之外 或者是一些安寧等等 那些特殊病床不算 其他的一律都用這種方式 那這家醫院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也不敢去跟這個孝道的觀念 這初期也不敢去違背 所以這家醫院的這些急性的病人 住院了之後 除非他自己家人來照顧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不要請看護 醫院裡面提供看護 醫院就把這些看護 通通由他來管理 針對每一個病人的需求 是 去提供這個服務 也就是說 我隨便講 不一定是這間醫院 如果開始試辦之後 譬如說臺灣大學的複設醫院 臺大醫院 臺灣最重要的龍頭醫院 那跟衛福部開始 一起來推這個東西之後 我只要住到臺大醫院裡面 臺大就可以講說 我們來照顧 你不用來照顧 你來看你師債 來看你學生 這樣就好了 所以全部就變成臺大 全部醫院叫做全責醫院 這是最後啦 目前在規劃的是 沒關係啦 你來照顧 沒關係 你如果沒辦法來照顧 剩下都我們的 ok 你沒辦法就都我們的 但是會比現在的那個康護費用低 對 而且如果你真的不太需要太多的話 你可能會低很多很多 那不就說那種情形就不看 不去看說你用了多少要付多少 那個就是反正你要交給我 就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等一下要請教主任跟敏倫 現在實務上我們共聘看護的 現在操作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真的全臺灣現在都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如果家人生病住院 武漢肺炎年初在臺灣延燒 二月底北部某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造成包含陪病家屬 護理師 清潔工 同病房病患在內 總共九人確診 因此很多照護員害怕染疫 不敢到醫院工作 而願意賣命的 價格則是水漲船高 看護因為就是自己的一個私人起源 所以隨著疫情水漲船高 那平常在臺北市 大概就是2600元一天 所以他現在喊價到2800 3000的大有人在 衛福部坦承照護人力出現缺口 將持續推動全責照護來應應 目前有九十三家醫院 事辦照護共聘 透過一對多的照護方式降低照護費用 但事辦過程中 醫院管理不易 加上照護時間不均 執行面有很多問題 所以衛福部計畫在年底推出照護 共聘2.0 透過智慧平臺 病患可單買禁食或灌息等需求項目 接著換算成時數 再做人力調配 希望藉此改善照護效率 也更加貼近病患的需求 你倫我請教 我在醫院 比較少看到你這麼年輕的照護員 所以你當照護員多久了 我從畢業就進去恩主公醫院 大概是快兩年 快兩年 對 那你一開始就是共聘照護 還是你也是一對一的呢 我就是一開始就是在全車照護 就是一對四的共聘這樣 我還是那個問題 真的忙得過來嗎 這是 其實說真的啦 就是如果真 還是多多少 一定會遇到有 因為病人狀況嗎 因為畢竟我們在急性醫療的部分 那可能遇到 譬如說真的是A病床 那這個病人不太舒服 那我們給予的關注 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還有其他三床的人 也要照顧到 好 那其實像剛剛我們主任說的 我們是一個團隊 就是如果我們遇到任何問題 時間上忙不過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護理師 他們來做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解決 這個問題這樣 我們以前聘看護 都是二十四小時 那你現在是這種所謂的 共聘或是全車照護 你一天工作時間是多久 在我們全車看護 全車照護員的話 我們一天是十二個小時 分為兩班制 十二小時 對 對 所以你十二十小時一到就下班了 沒錯 就是招班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班了 沒錯 OK 那相較起來 你至少一天都還有十二個小時 可以休息睡覺 對對對 但是你那十二個小時 會不會累到不像話 也就是說突然間 這個人要吃飯 那個人要洗澡 那個人要換尿布 那個人又情緒不好 那你怎麼樣處理呢 就是呼叫護理站 還是會啦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團隊嘛 那我們除了我們自己教服員之外呢 我們還有護理師啊 那其實每個病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我們在每天的例行工作上面 像是我們會日常生活清潔 然後依照病人 可能有鼻胃管的部分 或是自行用餐的部分 那我們都會 其實在每天工作的時候 你會慢慢累積說 你大概可能一天 大概幾點到幾點做什麼 就是你會自己安排好那個時間 在照顧病人這方面這樣子 那護理師也會給你指導說 那這個病人是做什麼 這個病人是做什麼 對 我們自己都會安排好時間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相較起其他 不管是你的同學 或是你的其他同僚 他們一個人雇一個 你是一個人雇四個 相較起來 你的工作量會比他們大很多 其實不太會 因為我怎麼 其實我的學同學們 就是在我這一屆來說 很多同學們 他們都是在機構 或者是居家服務員 那其實他們原本都是在機構的 可是機構其實 還是有人力的問題 他們常常都會說 要加班 加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或者是說 應該是說 他們只能 都會有一個照護比 一對多少這樣 可是他們其實都是超量的 是 對對對 超量超班 導致他們就是 可能工作個一年多 他們就是做不下去了 那你薪水會 起起伏伏很大嗎 譬如說有人出院 你本來過世的 結果那最好過的 那個出院 你就剩三個 結果呢 問主公又把那個病人 顧得很好 這一個又出院 你就剩兩個 你會不會一個月 可能薪水是 我隨便講了 四萬五萬六萬 下個月變成兩萬三萬 會薪水起伏很大嗎 不會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在醫院的好處 我們是受到醫院的保障 醫院的制度 我們就是醫院聘請的員工 所以我們所享有的福利 制度薪資這些 就是跟醫院同仁一模一樣的 也是這些錢 顧四個也是這些錢 沒錯 主持人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恩主公的制度 是自聘造福員 所以如果現在用的這種 共聘 包括點餐 師傅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滿班的問題 會不會排滿班 就是遇到你剛剛講那個薪水會起伏的問題 所以恩主公是一個典範 就是他們做的是 這個造福員是我聘來 其實你一直在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人本來是聘 顧一個人會比較輕鬆 可是顧四個會很累 但是這件事在國外 已經都這樣做了 你就把它想成像我們現在的 護理人員的這個安排 也就是醫院去 他會自有一個協調的系統 因為他是一個團隊工作 所以他們現在的造福員 在恩主公的制度上 他是造福員的團隊工作 所以他不行的時候 就會有人頂上去 那可是如果是點餐式的 勘聘 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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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好了 我再講我們一百零六年 推的那個制度 就會有一個 你剛剛說的 有人退了以後 怎麼算錢 是 其實那個會花在行政成本上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瞭解 那可能也要給次長一些參考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很重要 其實家屬 關心的不外乎兩個 一個是你的家人 是不是得到好的 妥善的 足夠的照顧 一個是要花多少錢 這個其實是最實際的 如果說一次住院 最少是十天的話 你要請本國的合法看護 那就是兩萬四千塊 這還不包括開刀 住院 怎麼自費 沒有 一天兩千四 十天就兩萬四 十天兩萬四 那怕死啦 你如果說 常常在住院的 那真正的請家當餐 找外籍的 當然便宜一點 但很容易是找到 非法的這些看護 非法看護有什麼問題呢 你自己要被罰 很高很高的錢 這是錢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以恩主公為例 恩主公的全責照護制度 怎麼去做 很重要的觀點是 如果我們聘請看護 我們是老闆 所以你聘請一個非法的看護 老闆當然要被處罰 但如果是醫院聘請看護 那醫院是老闆 所以看護的薪水 看護的工作條件 看護的待遇 那就是醫院要來負責 恩主公就是做這個 所謂的去協調管理 以及當作僱主這個角色 恩主公要病人或家屬 先確認說 你真的要去栽這個全責病室 然後呢 會有護理師跟照護員 各一位來去共同照護 四個病人 健保床呢 每個病房 我們這時候展談 那個新冠肺炎就很清楚了 病房跟病室不一樣 病房就是同一層的啦 病室就是這間啦 這樣說得比較清楚啦 那護病比呢 是一比八 一個護理師要對八個病患 那照護員呢 白天一個照護員 顧四個病患 晚上一個照護員 顧八個病患 十二個小時 一個班 不是二十四小時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迷思 二十四小時 好像這一個看護是 無時不刻在顧你的家人 沒有耶 看護的不用吃飯 看護的不用去便室 看護的不用洗腦 看護的不用睡 所以他那睡覺的時候 你的家人怎麼辦 就沒人顧啦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二四小時 十二小時排一班 十二小時 這個看護都在工作 當然除了基本的 這些休息時間上廁所吃飯之外 那照護差異呢 如果是一對一呢 一個人要支出兩千四 如果是恩主公醫院一對四的話呢 對辦一個人只要一千兩百塊的看護費用 所以再請教主任 到目前為止不會有家屬說 啊我這一個顧四個顧不好 我沒要顧你顧了 會有這個問題嗎 不曾有過 為什麼 我再更更新一個觀念 恩主公我們其實是把造福員是我們的員工 他不是我們找看護公司來做管理 所以就是目前之前衛福部在推一百零六年 各家醫院裡頭在做的 的確是要去做這個做這個樣的媒合 可是恩主公醫院 因為我們剛剛次長有講 我們因為有我們周遭方顧問之前在推 所以恩主公醫院也有宗教的支持 我們行天公的支持 所以在我們八十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自聘的員工 OK 是所以有這樣差異 那自聘的員工 所以隱倫就是恩主公醫院的職員 他是我們造福員是我們的職員 是 是我們的員工 是 你跟他是同事 是的 瞭解的 所以為什麼會再解釋說 剛剛次長有講到 就算現在要實施 在管理上面跟制度上面 的確如果做過去是媒合共聘 其實他會有很大的困難 第一個看護的來源不固定 這些東西你也不知道 尤其是在急性醫療當中 你不知道說今天病人假設有十個 他提出需求 我們不會算命 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有人多少點餐 是 他不太像說慢性疾病在居駕照顧 可以用點餐 他可以點餐 所以他必須要變成是自己的照顧 團隊的一部分 那但是如果是 是屬於自己聘 還是不是自己聘 我覺得這就是可以再去討論媒合的 是 所以恩主公醫院我們是自己聘的員工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做 我們在團隊認知教育標準化 還有包括我們對病人的照顧 病人告訴我們要告訴家屬說 你住進來之後 我們提供給你 剛剛有提到 我們提供給你什麼套餐的服務 我們是依照病人的需求 是 所以主持人一直有提到說 我們就不是住飯店了 你不可以要求我們說 大家要一樣 他是因為急性醫療來的 所以急性醫療來的之下 是有需要 我們覺得跟你感染上有問題的 是 我給你的一定是你需要的 是 所以這些事情 就算是恩主公司自己聘的 我們也都是經過我們團隊評估 沒錯 所以我們會告訴家屬 這件事情的要點 而不是說你就算你 有時候大家使用者付費 你不管付八百 五百 一千二 兩千四 他就是認為他是顧客 這個觀念 我覺得在前面 一定要改 而你不可以說 我出一千二 為什麼你都只把飯放到我的床前 隔壁那一床你就要餵他 隔壁就不值錢 你會值錢 還在競分的隔壁 所以次長他要說 那假設要全願一起實施 而且是屬於這個在管理上 的確要好好去討論 那次長一個最最最大的問題 剛剛主任談到 恩主公是職聘 也就是造福員 就是恩主公的職員 所以恩主公要負責 包括之前的訓練 包括協調 包括考核 甚至包括萬一出事 所謂的責任都是恩主公要一間扛 但現在很多醫院不是職聘 很多醫院的做法是說 譬如說這個什麼人力仲介公司 我就跟你合作嘛 那出事是你仲介的問題 又不跟我醫院無關 如果是要成功 是不是大部分的醫院都得學恩主公職聘的方式 其實也不必然啦 但是他的重點就是 這些人必須是醫院來管理 所以你跟 醫院跟中介公司 在簽合約的時候 以現在來講的話 人事管理都是中介公司在做 所以派班等等 這些都是 都是中介公司在做的 派什麼人來也不知道嘛 那個就變成是醫院不會特別去管 但是如果說不管是2.0 還是我講的那個全院的試辦計畫 這個都必須要 醫院要負起照顧 那個管理的責任 是 那當然費用上面就會去算 如果說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套餐 他只是一個計價的方式 也就是說 家屬或病人要付多少錢的算法而已 那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觀念 是剛剛主任有提到的 在我們如果說去接受服務業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我要點這個 要點這個 我就付多少錢 在這邊是醫療機構 是 不是由你來點 是醫院這邊 由醫院來專業評估決定 專業評估說你需要什麼 然後你需要的這些東西 我可以來提供給你 或者你自己來 家人自己來做 你有兩個選擇 但是除此之外 多餘的東西的話 不好意思 醫院就不提供 那你就要加 加速自己來處理 是 比方說聊天 這個聊天沒有辦法 醫院沒有那麼 那有的 那有的興趣的要說整天 有啊 有啊 但是你現在 像現在在 那個勳婦 如果顧到那種比較近三個別人 那就是過聊天嘛 就是說他們好生怎麼樣 他們女兒怎麼樣 都都在聊宿費嘛 對 台灣時間在做那個啊 那個 我剛才說的沒有效率嘛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就是把它釐清楚 由醫院這邊 因為你是急性病人 所以你需要的照顧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真正需要的 那這些我可以來提供給你 是 你可以來說NO 你NO的話也許就沒有提供 或者你自己家人來提供 就是這個樣子 換句話說 當這個制度真正開始擴大實施 上路之後 可能住院的病患或家屬 就會收到一個評估表 就是說你的狀況還不錯 也許你隨便 也許你每天花六百塊 然後讓醫院幫你負責 一個看護來去照顧你 但你也可以不要出這六百塊 你自己找一個兩千四的 你覺得二十四小時有人陪 你自己可以選 但至少你多一個選擇 但我再請教次長 剛剛錦玲在談到一點 就是我剛剛問的說 那會不會如果是點餐式的 請導播讓我看一下這一張 點餐式的五個套餐 那這一個人本來點這個 後來他又要加 加了之後明天又想退 那退了之後他後天出院了 那照服員會不會一天薪水很多 一天薪水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是兩個啦 第一個就是這點餐的 要點跟取消 要加點或者取消 必須要多久以前 要先預約嘛 因為你要調派人力 如果用這個方式 那這就是要派人力的時候 要預約 那第二個就是 那就是薪水的制度的問題 像安子光醫院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自聘員工 所以他可能領月薪的 所以做賊做賊都是領的 我不知道啦 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你當然也可以說 用做行的啦 做什麼就拿多少錢 這樣子也當然可以這樣 但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排班那個滿班的問題 真的就是會出來 我本來都排好了 結果這個取消取消取消 臨時又要掉 要加的話 又找不到 這個系統就不是很好 所以的確有可能會發生這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當然盡量能夠用一個比較聰明的方式來做解決 比如說把它諮詢化 那這樣子 但是人力的調派 的確諮詢化的程度 沒有辦法追得上啦 因為這個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回過頭來管理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個觀念可能就是說 也要說明一下 這個所謂一對四 是人數的比例 那也就是說一個照護員是照顧四個 是一個比例 但是不是說 就是一定只照顧這四個人 那一個病房 像他們的話 你可能是一個病房區 那也許一般來講 都是要三十五到五十床中間 那一對四的話 如果是一對四的話 你可能就八個人在那個地方 那也許這個 他沒有需求沒有那麼大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加入公聘的話 那也許就沒有 沒有排那麼多 這個我完全理解 你用護理師的理解就可以了 你也不是說 譬如說護理師一比八 也不是說這個護理師 就有原子 顧你這個病患 你如果狀況來的話 兩三個護理師 一起來協助 是 你就沒事了 其實你就好好自己休息 就可以了 這其實在護理界早期 以前也有所謂的特別護士 那就一對一的 有的比較有錢的 家裡的人 打拼 住人家 就聰明 聰明 聰明 他就鼓勵你這個 那就很貴 後來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 這個大概不見了 不過那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其實最後還是管理的問題 對 你如果讓他有時候薪水很高 有時候薪水很少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有些人他需要比較多的薪水 有些人需要比較多的休息時間 所以那個彈性不見得是壞事 但也有人需要比較固定維持的薪水 那都是管理的問題 可是當管理 他就會牽涉到所謂的他的那個 Base Base越大越好管理 Base越小 如果像十六床 有八個人出院了 你剩八個 你有四個看護 那你就會傻眼 所以如果是越大規模去實施 共聘看護 這個制度就越容易成功 如果你要越大規模 就要越多錢 我們來看看這是最重要的 錢從哪裡來 當然是從我們的口袋出來 不會有人幫你出錢 家總說 如果要去推的話 那麼很可能 我們的健保費 每天會增加兩塊到三塊 一個月會增加六十塊到九十塊的健保費 才有可能更大規模去推 這個全責照護 獨保盟他說 其實你如果說 還有民眾致富的金額 以及從恩主公醫院的這個模式來推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增加到六十塊 九十塊一個月 可能一個月增加個四十塊五十塊 但透過健保的增加支出 來去讓臺灣的住院制度 實施全責照護 民眾能不能接受 我們再來看看 恩主公醫院到底是怎麼做的 恩主公醫院有個不一樣的病房 二十四小時都有照服員照顧病患 二零一五年 醫院還增設全責病室 以落實全責護理 一個照服員白天照顧四位病患 晚上則是照顧八位 比起私聘的看護或家屬自己照顧 照服員更能肩負起專業的照顧工作 因為翻身有時候就是要注意一下 他的鼻尾管 還有他的尿管 那些可能就是翻身的時候要注意 是不是會壓到尿管 會有不順的情形 病患的特殊需求 有賴護理師和照服員之間的合作 這些照服員必須通過勞動部的技術式技能檢定 之後經過醫院兩週的臨床訓練 通過測驗後才能上線 而有了照服員的協助 護理師也可以回歸專業 落實全責護理制度 不光是讓病患照護更全面 恩主公醫院顧問周兆芳認為 這還能有效管制人員進出 大大減少院內感染的機率 不過美容我請教 不管是從照服員的角度 或是從一般民眾的角度 讓你才去想 現在大家都在做的所謂的 直接找一個二十四小時 也許一天要花超過兩千塊的 這種一般的看護 跟你現在在做的一個看護 顧四個人的這種共聘看護 你自己看哪一個會比較好 如果站在家屬的角度啦 我是覺得說一對四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其實你在醫院也會看到很多看護 可能他一對一嘛 可是其實你是只要固定 比如說兩個小時去翻一次生 或者是說早上洗好澡 那這樣子 但是他剩下的時間 就只是都浪費掉了 可是你是付他一整天完整的錢 而且他晚上還要睡覺 那晚上的安全又是誰來顧 所以我會覺得說一對四 那大家用輪班的方式 我覺得都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這一陣子 因為新冠肺炎 所以醫院都把很多家屬趕回去 就只能有一個人陪病 其他人就不要在醫院那邊閒晃 那我想問是在之前 大家都可以自由進出到醫院去顧 像我如果我媽住院 是至少兩個兄弟 一定要出現在他前面這樣子 他心裡才不會孤單嘛 那我想問的是 如果是那個情形 家屬來看病人說 這股膚也沒在的 後面再來說 還沒在的 可以也沒在的 外婆也沒在的 外婆也沒在的 他不會一直提議問說 到底是有在幫我們顧 沒有在幫我們顧 家屬會有這個感覺嗎 其實還是會有遇到 可能他剛好可能去買飯 或是說他去隔壁串門子 那這個問題 其實看護多多少 家屬多多少少都會 像我們有這樣的反應 可是因為他是自聘看護 他自己可能外面找的 那醫院對這一塊 我覺得比較沒有辦法管理到 這個部分 這樣 因為一般的一般看護制度 就是家屬是這個看護的雇主 他就會很期待 他二十四小時都在 雇你的家人 因為如果你不去盯 就沒有人會去盯 但如果是恩主公醫院 那個管理監督 是恩主公醫院會來做 你就可以放心 交給醫院來去做 因為出什麼事 醫院要負責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先前也有一個全臺灣的 醫學中心看護大調查 這根據報導者 跟聯合新聞網的一個報導 說很多醫院找看護 他會抽成 有些是比較合法合理的 這個所謂的那個管理的 這個費用 有些就比較上不了台面的 這個commission 那可能會拿到三趴到五趴 可是醫院跟仲介抽成 出了事情仲介負責 醫院又不負管理責任 那看護到底專不專業呢 很難講 有的超專業 有的真的就比較隨便一點 大多數醫院都會說 照服員你要受九十個小時的訓練 但是呢 不一定會有徵兆 那照顧品質 也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特別我剛剛談到 你為了要比較便宜呢 可能會找所謂的外籍看護 而比較多外籍看護 可能是非法的逃逸外勞 這個時候照顧品質就會出問題 而且還有所謂的法律的問題 收費很貴 那如果十天看起來呢 你可能都要花到兩三萬以上 再來呢 像之前的新冠肺炎 也有看護被感染到新冠肺炎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次長 所以現在我們在推 也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會有預期說到什麼時候 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嗎 那目前來講的話 財源的問題啦 剛剛錢的問題啦 錢的問題 所以我們我也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一定什麼時候做到哪一個 部後 那部分 我從這個調查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我要補充說明一下 那個這個目前的看護 事實上他是各醫院在跑的 因為在新冠肺炎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有一個政策 所有的賠病的跟探病的 探病的有一段時間是通通不準 是 賠病就只限一人 那這一人的話要登記 他可以是家屬 也可以是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外籍看護 或者就是他在這個醫院裡面 所聘的這個看護 但是通通都要登記 實名字 那如果是不是家屬的 那可能就是會 我們會跑到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我們希望醫院能夠 把他登錄進來 我們一個資料庫 那我們會去做核對 那其中 不是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外勞 也不是家屬的 也就是說在醫院裡面的 聘的這個 找的這個看護的話 我們去去看的這個資料庫 多數都是跨院 OK 跨院在服務 那對於這個整個疫情的控制的話 這個就很容易會變成一個破口 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急著 就現在 OK 趁這個機會 我們必須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警察 我會請教你 接下來你會期待政府在做什麼 真的 我其實我今天非常肯定 衛福部 就是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長年的歷史 工業 那他們願意站出來 那我要特別強調 今年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因為疫情凸顯了 這件事非做不可 第二件事情 我們也正要討論 全民健保的保費挑戰 那政府要想一件事情 裡面有感的人民亮點 人民有感的亮點到底是什麼 我想在未來挑戰的過程中 這件事非常值得納進去討論 因為我們要想一件事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納入健保保費 他可能不是住一天兩天 他可能是長期的 那納進保費 他就是一個風險管理 所以當我們值得保費 我們就不怕 以後我要聘看護士 幾天的問題而已 就連現在的問題 解決以外 還有這個風險 來自不同國家的自行車手 展開數百公里的單車旅行 走訪大海與高山 欣賞愛媛春季美景 騎鐵馬由日本 週四晚間九點 就在公視頻道 禮坦電造林吸引候鳥棲息 而股失地成為生態保育的天堂 我們的高潮痕 它的腳很熱耶 好像是霸道一樣 是鳥類的靈自靈 民間集資建造悲靈失路 用社區美學造福鄉立 如果我們一件作品 由藝術家來寫 這一件作品就不一樣 它就有生命力 留在一種人文的魅力 這晚間八點南部開獎 在地旅行 走讀在地生活 看見嘉義東時 生態 人魂之美 大家好 我是鄧安寧 我這次在公視導了一部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媽 這是一部你不能錯過的家庭喜劇 它不只是家庭喜劇 它太瘋狂了 它打破了所有的規則 裡面是濃厚的感情 詮釋出傳統價值 波及之間 親情 everything 可是是用一種有趣的方式 千萬不能錯過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 不要以為我會像胡相群一樣 爆你的腰 我會符號你 身為一個導演 我深深知道要完成一個好的戲劇 是需要非常龐大的資源 我公共電視沒有任何商業廣告的協助 所以我們需要你的熱情捐助 捐款專線是 02 2633 9922 02 2633 9922 歡迎收看音樂萬萬歲第四號作品 電視視報局 電視視報局 既然是有些物質最終表達的 更多的是 北京的電視ра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